達戶在幾年我們文群會在身上 我們一人都一人都一人 然後我們找了解決一件東西 重新做過的裝備 把隔間、門、窗、屋頂都蓋過了 那個用的錢 比我們地區執行蓋盤的錢還多 結果達戶是92年至91年 在利用的所有的獨鬆經理儀式無法取得 結果我們改變最多的是政治 反而是這個東西很難以為 所以我想當然這個案子已經決定了 我想我建議你們要試試 一個就是對於我們一個建立的 希望他們管理單位 應該要自己保持這個單位 我們不能說才不到20年 檔案都不見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想 在進一步的規劃設計的時候 還是要去試試 建築師還在 檢局營還在 我們直接找檢師 建築師也在 我覺得應該再看 好 謝謝 來 請問 其實我的意見也是 本來也提出同樣的問題 你這個意思調查都做得很仔細 唯一就是文獻會時代 因為從前文獻會就在旁邊 我們必須要講文獻會 整棟房子租下來 現在我看在裡面 沒有人使用 也沒有人有辦法 因為在裡面改裝改版 因為這個定點是為文化建設做了很多事 他看到旁邊的老毛子 他就馬上納入他的管區 也花了那麼多 其實當時是有些 後來中間大概有不同的政策 換了他們的這個決位 就一間就不一樣 後來又搬到新疆去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 現在口述中也有 反而我看到 我剛剛也跟戴老師說 他就要報回家去看 我非常仔細看你們的口述歷史 後面曾經跟張先生對話的那一部分 是有趣 可是我們不想真實想 我跟著張先生 我們對待女貴的手 那很多部分 你就說 根本按摩都不是善良好 當然他也許 他都很多故事 那我覺得你放在後面 會不會人參考 那聽你的真正情 可數歷史本來就不是很清楚 然後 我們就請戴老師拿回去 要不然不要 我也再一本回去 我真的看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 歷史建築的夢中 比很多風景都還要露出 我這個建築世界 有點暫屬 那我都希望 也好好的做 然後可以幫大家 可以做修園 因為我們非常劇好 那我看這個今天 其實很少 我一定要 不然也是研究 所以歷史建築 那麼多錢 所以如果這樣 我們沒有多發 他就整個 這樣 好 當然裡面有一個 這個 修園 我就覺得說 可是已經定了 就算 為什麼大家 都要做修園 我們台北市 這個地方 就要去做一個修園 有 沒有那個多人 我公收這個 禮拜場 那個禮拜場 也要做修園 我們台北市 那邊 也要做修園 這個也是修園 那麼 華山裡面也有修園 我不曉得 在座 有多少人要常常去修園 我自己提出 就說 因為為什麼他一直在 有一個神秘 為你幫忙 要來思考 我們那麼好的地點 他就在華山 那麼多 可是旁邊 所有的大文人 居然是沒有太難 我們上面 剛才 審查他的 建設計畫 那個 照顧 雖然是沒有太難 所以 我們已經要走 我們就是 要好好的修園 運作發覺 都市場能夠多過 我跟張特麒 這個 在我們現場就講 現在 民主都市後面 我們 大道市民主的都市會 又不需要去 幫忙 去設立文化市場 附近文化市場 開發案 每個開發案 他們都不會被分析 我就公開請教這個邏輯來 當然如果說這個部份會進行在局內半年度設立 設立的時候設立的話是在入境地的時候 這個部份的話還是要整齊一下大的程序 然後謝謝各位還沒其他意見 來請 那個郭偉 郭偉 郭偉 因為從九十年開始修委以後 我們常訓練開會 那變得我包括中庭的桌花池 這真的像簡學一先生的那種安藤的味道 所以我也非常認同說 既有的建築的測量圖設計圖要找出來 那到底修復藥修不到 回不到什麼層次 那因為這裡面異經過很多單位使用 最早我記得是台南歷史國務館 做草備書就在這裡 然後後來又變成什麼劇場 因為早期我就會在旁邊 那我個人是這樣 它既然是文化部的 左邊的華山也是 我覺得這個area 我覺得都花局應該有一個 比較overall的計畫跟concept 怎麼樣把這整個地區把它能夠有不同的氛圍保存出來 因為現在從華山的邊緣紅樓對不對 一直到我們稍欣北街道是個段子 我覺得這整個是應該是有一個 那樣的一個分為的空間的保存 以上 好 好 好 來請 因為 好 好 要普通一點 是在那個法國書一至五頁 有一個地區套圍 這地區套圍主要是有兩頁 一個是一三頁 一個是一二六之一 現在它主要的 對 就是前面 對 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在 它現在是這個地區 它有兩個地區 這個地區都會過來塞兩區 過來塞兩區 當然是這邊西方大樓要在這邊蓋 蓋大樓 對 蓋大樓 那這個呢 這個價位非常高 所以他們也打算去買 但如果說這個是歷史建築的話 它現在有一條道路 從這邊很多北路 這邊進來 那如果說 這個被人家用掉的話 那以後要從那個向前進去 所以我是想 是不是你們在調查一下 要有一個建議 是不是建議這個 至少要把這個現有這個道路 還是要留著 或者說 你這個 將來這邊要進來 就是從只有從這邊進來 好 非常許實 我確實我一樣 是一個切子 好 明委員 謝謝 好 非常明顯 這邊有一個幹場 我看一下 我可以再提補一下 第一個 在那個六支二頁 我們這個歷史建築 是不是一定要化為保存區 然後甚至在七支十六頁 這邊也 主席使用的櫻木措施呢 好像要做保存計畫之後 劃定了保存區以後 才能夠處理 看來沒有避免器 這個歷史建築 沒有一定要作為保存區 它現在什麼用地也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那因為做保存區 做保存計畫 不要花錢 我們沒有這個錢是寫要花的 是如果寫上去 我們將來大會公過 它是來負責這個保存計畫的工作跟經費 還是所有群單位 這個處理 這個先提醒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們講來要做應應計畫 研究單位有沒有 好好看一下應應計畫的程序 應應計畫程序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要先進這個歷史建築本體 那看完之後呢 六十二頁好像就有這邊提到 就是可能包括了這個倉庫本體外呢 其他的像專照的圍牆 駐鐵的車童 還有那個叫做負主專照 這些算不算歷史建築本體 六十三頁可能幫我們把這個駐鐵車童 可能還有一個叫負主專照建築物 這幾個事實上那是歷史建築本體 你要說明一下 那因為如果沒說明的話 因為你這邊的寫法是說 將來還要依據本案調查的結果呢 再去做保留層級的建議 那這個還要花時間發工作 因為這個報告呢 應該可以幫我們把歷史建築本體講清楚 那至於那個 剛剛薛委員有提 這個是不是將來的出入口會不會從這邊 所以這個這個看來是駐鐵車童 那將來會不會有一樣的文資法三十四條的問題 這個如果它不是歷史建築 會不會有三十四條問題 還是說我們可以呢 依據文資法第二十四條呢 可能你在六支事業呢 可以幫我們把那些不叫做歷史建築本體 這些叫做圍牆 車棚還有附屬的專照建物呢 可不可以定義文資法二十四條定為 在修物園整邊定為佔用必要設施 也可以排除相關事情 這幾個事情可不可以把它重新納進去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有四位委員有提出一些意見 那麼是不是來做一個說明 你們是不是做說明嗎 還是那個文學委員要說明 我先說一下 大聲一點好不好 我先說一下剛剛委員的那個提醒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委員在提案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後續 就是音樂管只用實行裝修的那個 相關的資料的話 的確就是我們目前也有 我們就調查一個是議事的 就是我們問過相關的使用刀跟保存刀 是沒有調查到的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之後 如果後續再做那個在利用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比較正式的領域去 譬如說跟警覺醫師會走去去去 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其實我們私底下是有透過 就是自己的關係 去跟那個警覺醫師說 那比較正式 然後他們其實沒有回覆這樣子 那這部分是比較保險 然後剛剛還有委員提到就是說 在那個我們所謂的主機 或到那個保存區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是提一個建議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是需要 維護他整個那種環境的文化計畫 你不會建議說是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事實上是提一個建議的部分 然後可能會議的時候 可以來做一個決議的部分 他有提到就是說 車棚的部分的話 在我們圍牆的部分 其實我們之前其實有參加過 我們有舉行的規 就是去解釋就是說 我們那個圍牆是不是具有保存的一個價值 因為主要是我們在北洞 北邊的部分有一個洪耀建設 他在做那個土地建建的時候 發現說我們的圍牆其實 有期待他們將來一個施工的一個地址的部分 其實那次的建建是有說明說 我們的圍牆是不具歷史價值的那一部分 那那時候的車棚跟我們那個專照建築物部分 我們在報告說我們在做一個說明的 我們在這個檢討上是不是就是一個非屬 就是建築本體的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你知道嗎 那這個不具文化資產價值的那些 那第二個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那些不具文化資產價值的那些 那些建造物 包括像車棚 圍牆 還有我們這邊講的附屬專造建築網 歐非立成 認為證監物 證監物要不要留呢 你要做兩個決定 一個是要作為再用必要設施 就在這個報告裡面把它講清楚 如果不再作為再用必要設施的話 大家就拆掉一條路 聽這個話一定要在這本報告裡面帶到 尤其在六十 如果你的第二十二頁講不清楚 發作到六十四頁 修復別的分析法第二十四條 第三條可以寫進去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這樣來的 現在的使用單位不曉得這樣子 不可以 不行 我們再下一次要做修復 再用一句話就沒有機會 不然它可能進這個文會 會再來討論一次 好 好 台灣文綠法要說明 謝謝主席跟文綠 那台灣文綠法再說明 主要是因為我們前面的 剛剛我們有提到現有的出入口 那個地是屬於國有財產區的 就是不是文綠法可以使用的部分 所以後面的副手建物 因為不具文資文化資產價值 所以我們可能會把它解決掉 就是在後面再向圖面開出入口 如果我們前面的那條 然後既有的通道流浪群的文化 我們就會在後面開出 以上是所有的 謝謝 所以我們會看適合的位置 因為那個建築物 那個圍牆的有的斷子 要靠 有沒有跟國有財產區討論過 國有財產區 希望整塊地都會有 整塊 就是有財產朋友 那你們就撥一下吧 那你們都是公家的股票 對呀 這塊 就這三億多了 我們不用出來 我的願意就是說 你不要去 我不要 你現在是租用的租用這一塊 那我還是租用的 我取的這一塊 就夠了 你就不要去改這麼一大堆東西了 不是問題 這邊我現有的道路 你把它還掉 然後你這邊的路口就要改掉 然後你也把這邊的路口改掉 幫他公布 那為什麼 花一點點錢 這整塊是三多嘛 這塊有到一億嘛 這文件會應該拿得出來 文件會應該拿得出來 文件會應該拿得出來 謝謝文件 我們開始從這方面來努力 那努力有沒有寫到那個 我記得我們有跟建築師談過 就是希望能夠 用舊線的狀況來去做規劃 就是以取得前面的為你的建築 我們幫你背書 我們幫你背書 這個是比較好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還沒其他的意見 好 來請 這個報告說 254頁的花壺寺 那個台灣省政府組織條的過渡期 那個過渡期可能事實上沒有在用 但是你這裡寫到一個很重要 因為那時候常見要開會 就是台灣歷史國館籌備 很重要的歷史博物館 我覺得比你這個什麼過渡期的標題更重要 這個是因為 我趁著大家在討論 我趕快看一看 因為我在那邊開了好多次 會很熟悉 就是254頁的那個地方 因為你過渡期感覺要不曉得幹嘛 那你的內文寫 其實事實上 你歷史國館都會在那邊 真的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這樣跟那個眾志吃的 再變成眾志文化的脈絡也很好 因為後來變成文學館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長提醒 各位還會請到意見 好沒有我們就請他來填這個意見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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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案有十七位委員 那初期的委員當中十七位同意 所以已經達到書寫的多半數 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但是剛才我們做了很多的意見 還有不管是口頭的或是書面的 都請文學館跟建築詞這邊 要去做修正好不好 好 謝謝 下一案 來 第六指標設定五季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 五週間二十二號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 五季修復期再利用辦法第13條 我來代理情形說明 等於是在九十六年初月十一號 公告指定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 五週間二十二十二二十六號為直轄施力衝擊 管理機關為國立臺灣大學 本案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情形如下 本局是在107年12月10號召開審查會議 邀請薛情委員 劉璇委員 詹軍前委員協助審查 會議結論原則同意通過 後續一委員意見修正或送本局副審 會議記錄請委員翔參附件二 台大在108年2月14號檢証修正後的報告書 本局專請委員書面副審 委員檢証後同意修正完成 為本案上位舉辦說明會報告聽會 本局在108年5月20號 曾經臺灣大學舉辦說明會報告聽會 後再送本審議會審查 台大是在108年11月8號來行表示 該就目前作為校長官設用途持續使用中 日本局在108年11月21日 含請文化部試試 本股機目前再利用持續維持宿舍使用 會有整體性修復僅再利用事宜 是否得禁送本審議會審查 後續堂有整體性修復再利用事 再依文字法規定 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 文化部在108年12月9號 檢個案實際署預定辦理整體性修復或再利用工作 依依依依文字法第24條第5項 金股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8條規定 於計畫擬定階段召開說明會或公聽會 請委員強參附件六 五 本來需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公聽會或說明會的部分 再請台灣大學一文化部還是意見辦理 本來提請本審議會審查 並審查決定辦理後續 接著請國立台灣大學委託單位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辦理簡報說明 接著我就針對我們這次的修復再利用計畫進行簡報 然後這個是位於現在福州界20跟22號 在日治時期就是台北地國大學的總長的官社 當時裡面的校長稱為總長 然後他跟中邊一起當時稱為獨有兼兵一號官社 然後再後由國立台灣大學接收 在福州基劇一直都作為校長宿舍 然後民國96年指定為四病古基 當他的位置可以看到 就在福州街跟福嶺街交叉的地方 然後這裡除了校長官社之外 還有其他的官社 這個就是他接續形成的一個過程 他主要是因為位於台北城的南方 所以是在南方市區計畫所開著花金道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建設的一個過程 然後其實他到昭和二年的時候 由這個總督府購買這個土地 作為這個地大宿舍的這個區域 那這個土地總面積的話 大概是有3000多平方公尺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移交的一個過程 然後他這一塊土地上面 除了這個總長官社之外 還有這個兩棟部長官社 這個部長就相當於我們今天的這個院長 然後其他還有第三種高等官社 第四種高等官社 然後大概這些建築 基本上都是在招手四年的時候陸續完工 他這個總長官社就是校長的官社 他的建柄是91柄 然後是一個木造 然後當時就是用最新的這個水泥網來興建 然後包括這個榻榻米的數量啊 橙桑的數量啊都有很詳盡的紀錄 然後甚至包括這個樹木的割桌 他也不同的時間點還有增加 然後這個是這些包括外面的那個門 還有這個圍牆都有記錄 然後這個是當時興建的時候的一個平面值 可以看出他有這個三個入口 包括正式的入口、家人的入口 還有這個廚房的入口 那這個是在那個建築繪資上面 所留下來的照片 包括這個室內的照片跟室外的照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西式的空間 跟和式的空間 就是應接式就是接待客人的空間 然後一般家人主要都是在入室空間裡頭活動 那這個是現況的照片 所以可以看出他的這個外觀 其實也有太大的改變 然後他的設計者是百昌浩夫 在調查的過程當中有發現 他上面有這個上洞 疑似時候的這個洞渣 所以上面就有寫紀錄是百昌浩夫 然後石庫的興建人是這個磁田好治 那這個都是非常有名的這個建築師跟這個營造廠 那我們也針對他的居住者 這個校長歷任的這個校長 所有的一些調查 包括創校的時候的碧原台 還有後來接任的幾個校長 然後再後接收的是這個羅校長 後來陸校長跟莊校長 然後最出名的像這個傅斯年校長 然後還有戴德沈剛國校長 然後還有居住比較長時間的 這個錢思亮校長 然後因為這個前傅 這個錢堅嬌也跟他父母同住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也說也有簡單的說明一下 他們當時做了一些增見的一個狀況 那後來還有這個嚴正金校長跟吳趙宗校長 那後來就沒有在做建築上面太大的改變 那他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關於興建過程的一些記載 然後他的作造就是日式的這個木作造的形式 然後因為他規模比較大 所以他都有做一些補牆 就像這樣子木作造上面這個梁的一些補牆 然後基礎都有做這個防疫的考慮 然後下面有通氣盒 在外面地面的話主要是 大家看到這個雨嶺板的一個做法 然後轉折的地方 還有一些比較容易被這個雨水清洗的地方 都會有加這個鐵板 金屬板的一個保護 然後室內牆體主要就是杯子泥牆 然後西式空間的部分就會做這個木澤泥牆 然後裡面的天花西式空間的部分 跟日式空間的部分 他的天花的做法是不太一樣 然後屋頂就是蠻複雜 因為他裡面的空間很複雜的關係 所以他有隨著裡面的這個空間的這個機能後 有變化 然後這個是裡面這個屋架的狀況 那他有西式屋架跟日式屋架兩種都有 這是我們畫的這個屋架圖 這個裡面這個不同的屋架的照片 那這個屋頂的形式 因為當時有新出這種叫做中村水泥蛙 所以他們就用當時這種最新的這個屋蛙 然後裡面的那個木桌材 也有這個日式的這個編號 那我們也發現了32座的編號 然後他裡面這些包括這個藍間的這個透鏢 都非常的精緻 還有線角的裝修都非常的精緻 那目前的因為台大一直都有在進行這個維修 所以目前沒有較大的損壞 那只是有一些輕微的一些剝落 但是在節度上沒有特別的問題 那天化的部分也是就是有一些小片鳳凰 但是因為他們一直都持續維修 所以大概都不會影響到太多 然後過去曾經有過這個白影的問題 所以過去曾經有做過這個白影的這個房子 所以我們也是就是提醒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那這個周邊的這個基地有很大的這個庭院 然後這個是周邊也放過 有這個以前做的水池啊房屋動啊這個狀況 那在文化資產的價格的部分呢 我們就分歷史的部分 就是他原來就是從創校的時候就是總長的觀設 然後巨多非常多重要的人物 然後環境的部分呢 他也是跟周邊的日式書的共同形成一個建築區 然後在建築的部分呢 他是屬於日子瓷器官設最高級的 高那個第一種官設 然後他是單棟 所以也是非常在建築上非常有價值 然後他也是一種各樣折衷的這個官設的一個代表 那因為他這個地方環境很安靜 所以目前還是很適合作為這個校長的觀設 那所以修復的原則 我們就是提出了盡量維持這個不同洗期的使用的一個特色 包括像秦校長使用的時候的特色也建議是要保存 然後在修復的時候呢 也讓這些西式的工法跟日式的工法都可以呈現出來 但是呢可能會有一些構造上面的弱點 在未來修復上面的時候 可以進行一些弱點上面的補強 然後如果有這個有些材料必須要換的時候呢 也是希望盡量保存就有的材料 然後如果加入現代設備的話 以這個不露出不要顯露出來或者破壞你的原則 那也希望均員是可以繼續依現況來做這個修景 那所以我們目前發現的問題 大概是有一些基礎啊 這個有一些地平的牆體的一些這個裂痕 做一些小的這個維修 然後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就是這個白椅房子跟這個漏水問題 那在應用計畫的部分呢 因為現在作為宿舍使用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主要就是消防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體上我就簡單的先找到今天 台下這邊有沒有 主席各位委員好 台下這邊沒有要補充 但是那個學校在19年約23號時候有校長 在院長 在院長 在院長